在一家食品工厂,刚刚完成烘焙的饼干被传送带送了出来,这些饼干温度很高,在包装前需要快速冷却,只见饼干们整齐地通过传送带上方的一排喷嘴,瞬间就从高温变成了常温,原来喷嘴喷出的是零下二十度的冷气,这些冷气都是用一根铁管子制造的,叫做涡流管,工作时只需要给管子侧面的入口通入压缩空气,它的一端就会喷出冷气, 而另一端则会喷出热气,所以涡流管在机床加工,食品烘焙,机械制造和实验室冷却等场合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根没有什么基础含量可言的破铁管子,为什么能像空调一样制冷呢?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,涡流管的构造是一根三通的管子,侧面有一个进气孔,向里面通入压缩空气,气流经过收敛型的喷嘴,不断膨胀加速 以音速沿切线方向进入圆形管子内枪,并沿着同口径的管道扩散,形成高速旋转的窝流,从管道的截面看 此时大家虽然都叫气流,但是各自心怀鬼胎 靠近中心的气流加进负数,旋转的角速度最大,靠近管壁的气流人穷至短,旋转的角速度比较低 于是内外圈的窝流,由于角速度不同而发生摩擦,实际就是内圈高速旋转的窝流,靠摩擦力再带动外圈的窝流低速旋转 因此内圈的窝流看起来就像一个火车头,靠它的动力再带动外圈的窝流一起旋转 结果就是,内圈窝流的气体内能不断转换为旋转的动能,由于内圈漩涡的气体内能不断减少,所以温度降低 相应的,外圈的气体不断因摩擦获得动能维持旋转,同时气体的内能也不断增加导致温度升高 如此一来,管子里就变成了内圈的低温窝流和外圈的高温窝流,同时向有锥形塞的出口一段扩散 到达出口处时,热气流从锥形塞边缘的缝隙逃逸,而冷气涡流则被锥形的塞子阻挡 由于冷气流无处可逃,越攒越多,压强升高,便从反方向的冷气出口被压了出去 虽然涡流管就是一根粗管套细管的三通管子,没有任何运动部件 但它制造的冷气最低温度可达到零下46摄氏度 相应的另一端热气的温度可达到127摄氏度 另外,该管子只要通压缩空气就能立即制造冷气 还可通过阀门快速调节冷气流量 如果你夏天必须去火楼一般的机家车间 那么随身带一只涡流管总是有备无患的 如果车间里正好有一台空压机,那真是再好不过了